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2月17日 欢迎收看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据彭博新闻报道 总理特鲁多周日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加拿大正在寻求退出向沙特出口装甲车的130亿美元交易 特鲁多周日接受CTV电视采访时说 我们正在设法了解是否有办法不再向沙特出口这些车辆 不过总理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 报道称 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杀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渲染大波 加拿大政府已经在重新审查原定向沙特出口装甲车的交易 这些军用车辆由安省伦敦市的General Dynamics Land Systems车厂制造 General Dynamics公司的总部在美国 这项出口交易由前保守党政府签署 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已经表示 在审查该交易期间不会再发出新的出口许可 加拿大方面早前曾表示 政府如果取消这种交易可能损失10亿元 特鲁多在接受CTV采访时还表示 记者被杀事件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从一开始就要求给予答案和解释 加拿大与沙特的关系恶化始于今年8月 加拿大政府对沙特政府逮捕女权运动人士 萨玛尔·巴达韦表示关系 加拿大外长方会栏通过其官方推的账号表示 将持续呼吁沙特当局释放被关押的巴达韦兄妹 沙特方面认为加拿大的要求令人无法接受 这是对沙特内政的无理干涉 沙特媒体更是在推特上发出了911式空袭威胁 贴出图文显示一架加航飞机正撞向多伦多斯烟塔 随后沙特宣布驱逐加拿大大使 暂停国家对在加拿大留学生奖学金资助 受影响人超过2万人 同时加拿大与沙特出售军火的贸易协定也受关注 特赦组织曾呼吁加拿大方面 在没能得到详细的人权评估前 禁止对沙特出售任何军火 并认为沙特从加拿大购买的军火被用于野门战争 这些军火正在制造严重的人权危机 圣诞节即将来临 不少市民都会趁此假期搭乘飞机回原居地探亲货旅行 如果所带的行李不多 有市民会出售剩余的托运行李空间 以赚取外快补贴旅行支出 不过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提醒市民 帮人带物风险极大 切莫因小失大 有旅游界人士更是指出 若携带的物品中有违禁品或者毒品 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遭其他国家判处死 有媒体记者最近留意到 大温地区不少台湾社区市民 使用社交媒体或网站 发布买卖行李空间的广告 一件行李收费约为180到200元左右 有售卖行李空间的市民 在广告中称可出售12月6日出发 温哥华至台湾的两箱行李空间 每箱收费180元 一整箱重量23公斤 若收件人在高雄可自取 若需要邮寄则另加费用 该广告还特别说明 禁止携带违禁物品 酒类和药品 如果海关发现违禁品而被没收 则不会负责 另一名市民则称 几家火锅店订的火锅料都没有了 急需请人帮忙带海鲜加工食品 一件行李可付200加币 希望有来温哥华旅行的朋友帮忙带货 广告还特别指出 若来回各拿两件行李 还可补贴旅费760加币 还有市民在广告中表示 要买台湾到温哥华的行李空间 目的是从台湾运送衣服 鞋子和生活用品到温哥华 且从发布时起至12月20日前 都有此需要 对此 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法务秘书林荣哲接受访问时指出 根据台湾相关法律 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者 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处无期徒刑者需支付新台币2000万元 约87万加币以下罚金 制造运输贩卖第二级毒品 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令支付新台币1000万元约43万加元以下罚金 林荣哲表示 旅客在网路上售卖飞行行李空间 帮人携带物品 其实无法完全了解客人拖他带的是什么东西 里面到底藏夹了什么 他说 若有人想偷运毒品 一定会用各种伪装方式 如伪装成咖啡或者玩偶等任何东西 而帮人带货的旅客 没有海关的专业扫描设备 也无法拆开包装完整检查行李 尤其现在大麻已经在加拿大合法化 取得大麻是非常容易的事 若有旅客帮人携带的行李中含有大麻 而被台湾海关抓获 倒霉的只能是带货人 因为委托人不可能留下真实的身份 而根据台湾法律 大麻属于第二级毒品 运输大麻最高可判无期徒刑以及罚款 最少也要接近7年 林荣哲还指出 早几年台湾已经发生过旅客帮人携带 含有毒品的行李而被抓捕的个案 他想提醒市民 利用行李空间帮人带物风险极大 若里面含有毒品 赚大钱的是别人 而风险却是货运的旅客承担 虽然他相信绝大部分委托别人带行李都是合法 但即使仅有千分之一的机会 市民也不应该冒险 因为一旦碰上 可能一辈子前途就毁了 若无法确认所带的行李是否合法时 建议市民不要冒险 而中国大陆方面 对毒品犯罪亦会严刑处罚 罪重可判死刑 至于据香港危险药物条例 任何人士非法入口或出口任何危险药物 包括任何物品含有危险药物成分 已经定罪 将罚款500万港元及终身监禁 最近大温的房地产市场惨淡 大家都知道了 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 似乎只有独立屋跌得比较厉害 公寓和楼花还算是比较坚挺 然而今天的这则消息可能会让有一些人大吃一惊 温哥华市中心的一栋高级公寓 价格狂跌800万 这个降价幅度可能比绝大多数人家的房价总价都贵了 那该公寓的原价是多少呢 3800万 这样的这800万对这栋房子来说就是抹了个零 今年1月这栋位于温哥华Cold Harbor五星酒店 Felment Pacific Rim顶层的超豪华公寓 以3800万挂牌上市 瞬间称霸加拿大MS系统 公寓共有两层 室内面积高达6652平方英尺 4间卧室5间浴室 室内各种高级设施 应有尽有 装修更是极尽奢华 然而将近一年过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各位富豪 恰巧都手头有点紧 这栋轰动一时的公寓一直乏人问津 眼见房子卖不出去了 卖家决定降价甩卖 于是今日这栋房子以2999.8万的清明价 再次挂牌上市 不知道这次跳楼大降降后 房子能否尽快脱手 不过光是一个月4762.79元的物业费 可能都秒杀很多工薪阶层的工资了 来看看接地气的房子吧 前两天有网友表示 有人在亏本的转让楼花 看图里的介绍 公寓锦邻天车站商场学校 2019年中交房 看起来应该是相当抢手的楼花 然而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 房主却亏本吐血 求急转 原本叫价69.9万的公寓 卖家只求60.6万脱手 就算跟当初自己入手时的62.9万比 也亏了2万3 爱文哥华的房市的未来 究竟会去向何方呢 对于有很多海外有移民倾向的人来说 好的移民政策必然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爱德华王子岛的PMP 曾经就是一个非常便利的移民加拿大的途径 该项目已经有近17年的历史 一直以其投资灵活 周期短等优势 吸引过海内外的不少投资者 可就是在这么一个好的项目 今年的9月12日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政府官方宣布 永久关闭PEI PMP企业家移民计划 同时和这个消息一起引起震惊的 还有一个造假丑闻 然而这个曾经被人们朋友圈新闻多次报道的 并被公认的移民造假案 究竟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被终止了起诉呢 事情的导火索是今年5月 两名居住在爱德华王子岛上的中国人 涉嫌先后协助1028名中国人 投资移民造假被控 于是在与加拿大联邦政府沟通后 PEI政府决定 将不再接受在该省开展业务 以换取直接永久居留权的移民的申请 而这段丑闻中的主角被联邦律师起诉后 人们就一直在关注此案的进展 尤其是海外华人 就在2018年12月14日 这个轰动一时的造假案 发生了今天的大逆转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中氏姐弟 60岁的中平和58岁的中义 涉嫌移民欺诈案 检察官告知法庭终止所有指控 一项涉及两名汽车旅馆业主的移民造假案审理结束 检方中指了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 这起在加拿大和中国 曾引起极大关注的移民造假案告一段落 在本月的早些时候的庭审中 根据此前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的指控 中氏姐弟被指控在2008年到2015年期间 先后1000多名移民使用汽车旅馆或他们的家作为地址 被控多项协助和教唆做出失实陈述的罪名 违反联邦移民及难民保护法 而两名被告的代表律师却在庭上表示两人不认罪 在为期八天左右的审理调查过程中 进一步也揭示了事情的过程和真相 针对以上的种种调查八天的审判 12月14日法庭重新开始审理 但联邦检察官行使起诉材量权并终止了所有指控 他说他有责任评估合理的定罪前景和公共利益 终止意味着检方有一年的时间评估 是否重新开始诉讼程序 也就是说检察官主动提起的终止起诉 虽然姐弟俩没有进行脱罪证明 但至少这个案件不能简单的以移民造假而定论 诉讼程序结束后 中信姐弟刘磊离开法庭并对媒体说 他和他的弟弟很开心 但很遗憾没能亲自证明他们的无罪 就被终止起诉了 这已经过了三年 我们生活在一场噩梦中 我们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他们告诉媒体 由于CBSA参与了调查 一些姐弟俩的朋友们已经避开他们 并感到担心 汽车旅馆也失去了业务和扩张机会 我们想在法庭上证明我们是无辜的 他说 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我们帮助人们留在PEI 而CBSA不想承认他们做错了什么 我们希望正义和公平 我们一直遵循加拿大的法律 从未试图帮助移民 做任何肮脏或违反加拿大法律的事情 姐弟俩的辩护律师唐纳德莫里证实 由于缺乏证据所有指控被搁置 检方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他的客户协助7名在指控中提到的中国移民 向移民官员隐瞒事情 近日BC省汽车保险公司ICBC发布了一段视频 揭露了大温地区一起真实的车祸碰瓷事件 并警告公众 绝对不要试图诈骗保险公司 事情发生在2017年10月 地点是温哥华的某个大型停车场 当时一辆黑色的汽车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侧车大开 忽然失控地向后滑行 司机大惊失色赶紧奔了过去 试图回到车里把车停住 但已经来不及了 黑色汽车的右侧撞到了一辆 正在缓慢前行的白色汽车 视频截图可以看出 碰撞的这个瞬间 白车右侧的空间没有任何人 但一秒钟后 一个深色衣服的男子忽然从右边跑进镜头 接着他在白车车头的右侧缓慢拘裂了一下 然后直接躺倒在地 还捧起自己的一只脚 好像很疼的样子 之后ICBC接到一个此人的人身索赔电话 打电话的男子说 自己在一个停车场内被一辆汽车撞倒 右脚被车轮碾过10到20秒钟 导致右脚骨折 这个男子还提供了一个证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但ICBC在处理赔偿事宜时 觉得此案非常蹊跷 因为除了申请人口述 并没有其他支持信息 MSP并没有因此事向ICBC发送任何账单 说明这个男子并没有因为右脚骨折而去看医生 ICBC打了证人的电话 证人也说不出什么可信的细节信息 之后 ICBC调取了涉事停车场的监控视频 才发现了事实的真相 在BC省 保险诈骗的行为根据情节轻重 当事人可能面临罚款 保费暴涨或入狱 留下刑事犯罪记录等后果 ICBC的发言人说 与汽车有关的保险欺诈每一天都在发生 仅仅在2017年 ICBC就发现了16000桩涉嫌欺诈的保险索赔 其中与人身伤害有关的有4500起 其他则是车辆损害赔偿索赔和驾驶执照欺诈 2017年 ICBC为了本省的人身伤害赔偿支付了30亿加元 为了识别和打击保险欺诈 ICBC不得不额外的雇佣更多的专家雇员 处理保险欺诈的人员 由以前的60人聚增到现在的126人 现在你知道BC省的汽车保险 为什么这么贵了吧 都是这些骗子害的 以上是今天的港湾播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